大家好我是柯乐 上次我们介绍了一个婴儿模式 今天我们继续要介绍还有什么其他好玩的 上次我已经砍完树杀过羊熬过夜了 现在就应该到了去挖矿的时候了 天然矿洞应该是蛮好找的 煤炭应该也是蛮好找的 主要不好找的是钻石啊 绿宝石啊 小丁子啊 青丁石啊之类的 起码要花上好久的时间才能挖到 但是现在不一样了 你只需要像一个刚挖矿的小矿工 一心一意的想找石头就好了 对的就是石头 哇哦 青丁石哎 作者在石头里放置了非常多的小阶线 除了大概率还是钓原石之外 还有五分之一的小概率会掉 青丁石 煤炭 铆炭 石 铿石 绿宝石 钉石 再也不用挖很深很深层的洞了 只要找到一片石头就可以拥有全世界 哦什么哦哦 钻石的掉路概率还是蛮大 接下来 如果你是一个住在海边的小孩 如果你心里有着想要征服大海的伟大的梦想 如果你想要寻找城市在海里的上部乘船 但必不可哨的就是要下水 但是小baby怎么可以下水游泳呢 这就是一点很温宪的事情了 所以作者准备了一个小惊喜 拥有世界巨废 你要是叉叉提斯记录 一定是屏住呼吸的记录保持者 悄悄告诉你不是永久的 你给予在水下不呼吸深度22分钟 而且当你尝试游泳的时候 还是还会疯狂的给你船 看到我走下掉了没有 神说要有光 神说我看你想尝试游泳 这里有一栋船给你 不管你怎么把船扔掉 他都会给你 这是一个非常坚强的神了 下来我们就要来到地狱 需要寻找的是地狱堡垒 那里有超级多的宝贝 比如我眼前这个烈焰人 正常情况下应该是只掉一两个 但是现在 你不用自己动手了嘛 还能掉12个烈焰棒 如果在找不到烈焰人 刷光龙的情况下 真的是非常棒的一个选择 在城堡最长见的 还有凋零骷髅 虽然说准备充分 凋零骷髅还是很好杀的 但是你们应该不只是想杀骷髅吧 还想要骷髅掉落的头吧 可是那个掉落概率很低的 现在这个掉落概率变得非常高 就是杀一只掉一只 虽然我没有体验过 他的焦虑有多强 最近上次直播的时候 我一刷就掉了 我绝对没有选用的意思哦 好了 本期的内容就到这里结束了 假期内容更精彩 我们下期见